Lun Sang tops 實上本身就是一本藝術 當設計師在畫草圖的時候 把它把所有的靈感放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他只是把所謂的布料 變成他的畫布 然後呈現在我們身體上面 當我入行的時候 其實我主編告訴我 其实没有其他特别的捷径 就是如果你做时装杂志 这个板块的话 其实你最主要就是要看很多很多 以前就是时装杂志 或者是书籍 现在可能很多很多很多的网站 或者是不同的 所谓的社交媒体的广告 我觉得非常幸运的就是 因为我的杂志有让我可以出国 就是去欣赏时装周的一个机会 然后看到时装周的这个机会 然后我就觉得 他们都是所谓的时尚的一个指标 所以当我们接触了这种资讯过后 我觉得以时装周来 这个指标来作为一个判断 时尚好坏的一个标准 我觉得是应该是蛮证据 身边的人每次问我 如何把自己穿得比较时尚一点 我都没有很正面地回答他们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穿衣服这个东西 其实它跟平时 就是平时是一个很在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 它并不是什么分化学业的事情 然后它要是你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 你觉得非常地有知性 非常地舒服 我觉得它是就是最能表现 你知性的那一面的一个东西 我们是什么意思的啊 我们是什么是你穿上这个衣服的程序